细经水平升级 网红韩安然直播和婆婆吵架 网友为了货 真是不择手段 提到韩安然想必大家应该都是认识的 当年的她完全都是因为变形技材在娱乐圈中拥有不小的名气 之后稳定自己是个网红的地位 还有许多的男网红发生过感情 不过在今年她可算是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定下来了 并且还和小猪先生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这一度引起了众人的羡慕 但是这热度刚下去 她就闹分手一出 可以说无时无刻就在热搜挂着 这好不容易才把小猪先生给洗白了 这韩安然之前和婆婆的关系还是挺不错的 每次逛街都是互相一起的 但是这次就不一样了 相反的是当众去吐槽起来了对方 甚至还开了直播 现在看来这所谓的网红也就不过如此 在没有话题的时候 还知道自己创造 这其实已经算是挺有心机的一种类型了 这次是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